上午五点钟提供给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昨天晚间在住家被发现身亡的台大医师 经过采集检体化验 今天下午结果出炉了 发现是阴性 排除武汉肺炎的可能性 由于这名医师过去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加上住家内发现了癌症用药 经过排除武汉肺炎之后 附近的住户也终于是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呢在今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又公布了国内新增两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分别是北部30多岁的男性 以及50多岁的女性 也让台湾的确诊案例来到了34人 而他们感染的可能性来自哪里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联系给记者张益成 益成 好来关心武汉肺炎在台湾的最新疫情发展 在今天指挥中心刚刚宣布 最新消息是台北一名38岁女子23号在家中过世 由于呢她过世前曾经发烧 又有同事刚从国外返台 为了担心是否因为感染武汉肺炎 检方跟法医在二期晚间前往捷口跟采集检体 而检验结果也在今天下午出炉了 确定女子是阴性 也排除罹患武汉肺炎的状况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另外再来持续关注这第32例 确诊武汉肺炎的印尼看护 因为呢18号有送她的朋友 到高铁搭车返回高雄 高雄市卫生局经过疫调 掌握了这名友人 是一名在钢山工厂工作的印尼女移工 返回高雄之后呢 在25号也出现了喉咙不适的症状 隔天被收据进负压隔离病房 而目前尚未确诊 跟她有接触的132名同工厂的员工 其中还包括跟她一起吃火锅的三名室友 都已经被要求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跟她同样上夜班的61名同事 则是暂时不用上班 武汉肺炎死亡案例 是在河戈山县一名70几岁的患者 在入院治疗时不幸身亡 目前日本境内的累计死亡人数来到9人 另外继东京迪士尼之后 大阪环球影城也宣布 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 从2月29号到3月15号将会临时休元 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另外将来看的是 南韩确诊人数暴增 累计超过2000人 让现在整个韩国口罩时功不应求 另外大韩航空为了防堵疫情蔓延 今天也拟登机程序 只要前往美国的旅客 体温超过37.5度 就不能够上飞机 感觉上午进来的最新画面 是今天中午在台北市 延平北路七段 由铁皮工厂发生火警 一度穿出有三名消防人员失联 之后从火场当中救出一名消防员 他因为被坍塌的木头砸到 导致身上多处擦伤 而现场指挥官也立即清点 到场救援的人数 发现跟出勤人数是没有出入的 但是为求慎重 稍后也将会进一步的开挖现场来了解 年约60岁的民众曾经去过伊朗 26号返回纽西兰之后 出现症状而确诊 目前正在奥克兰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会带您持续关注 另外再来看大陆有媒体最新报道 有实验室早在去年底 就已经组装出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 甚至接到电话 当地的官方要求他们不能对外透露任何资讯 有意来掩盖病情 结果是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机 让疫情是一发不可收拾 从2月25号从厦门返台的男子叫做林东京 明明正在接受居家检疫 却是恶意落跑 他向新竹县政府两度谎报 要更换检疫地址到万华 但却都找不到人 目前县府已经公布了他的个资 也要请民众一起来帮忙抓人 另外再来看的是几个武汉肺炎所引发的乱象 有大陆籍女子在日本买口教室插队 结果是跟旁边的菲律宾籍女子发生冲突 随后又两名男子介入 让四个人直接扭打在地上 日本网友说这根本是为生命而战 另外意大利也因为对疫情的恐慌 出现了排华的风气 传出有华人经营的理法厅是惨遭杂点 新增了12例 总共已经有66人感染了武汉肺炎 是全日本最多确诊病例的地区 北海道知事林牧直到今天就说了 北海道已经进入全岛紧急状态 并且呼吁民众争莫减少外出 这是来自北海道的最新消息 而日本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从3月2号开始 全国高中以下的学校都将会全面停课一个月 另外东京迪士尼跟环球影城也实施防疫措施 从29号开始将会暂停营业16天 而且致死率也比女性来得高 同样的SARS跟MERS病毒 男性的死亡率也都比女性来得高 一家超人性牛肉汤店的老板 曾经有命令老师告诉他是不能吃牛 但是当年为了养家还债 他还是用尽心力 也用最好的食材熬汤 终于好味道叛到客人 许多郑商名流都成了座相兵